這一盒Cream是全新的 這個也是全新的,我還沒開的 我免得打開了 因為今天想和大家做個Giveaway 送這兩個我用過 而覺得很好用的給大家 Hello,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這條影片正式換了白光燈 感覺上有沒有好一點呢? 有沒有進步呢? 今天這條影片想說一說我之前皮膚 臉有狀況的時候 用的兩個護膚品 話說上一條的Get Ready With Me那條影片 大家看到我掃眼的時候 應該有印象我這裡很大的印 然後我這邊也是很大的印 試完呢 我在韓國3月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已經發現了一個指甲這麼大的位置 很粗糙的 沒有理會他 因為我覺得小事 但是我太看笑他 他最後一直擴大擴大 擴大到我整個臉都有 其實我一直都很頻密的拍片 可能我遮得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這麼嚴重 但是我會放一點點 客人的照片給大家看看 其實他有幾恐怖的 那時候 3月至6月期間都頗嚴峻的 紅 爛 脫皮 脫皮 不停脫皮 然後再擴大 再脫皮 你永遠都不知道為什麼 明不明我用了3、4、5、6年 很好的護膚品 去到當你敏感 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都是突然間跟你對敵 會突然間不適用 越用越壞 我當時也有這樣的情況 那些護膚品無論是多便宜 多貴 然後有些可能醫學品牌 或者真的用開10年的東西 都會覺得 好像 有點彎彎 有這種感覺 所以 今天首先想說兩個護膚品 是我用了 都是整個period的時候 都比較溫和 它不會能治療 這件事 這個要澄清的 它不是藥 你要治療的時候 都要對症下藥 至少這兩樣產品 在我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可以 calm down 不會令它更惡化 可以令皮膚比較 溫和地有護膚的效果 兩個都是同一個牌子 兩個都是韓國的Clairs 這個真的不需要多說 三條片說過 第一條片 韓國的購文樂 第二條片 不知道多少月的最愛 第三條片 2018年 我最喜愛上半年 十樣護膚品 那條片 都說過 其實這一枝 有多好用 我都說過太多次了 它是很保濕 一年四季都適用 我覺得它是任何皮膚用 你都不會覺得很有負擔 它不算是一個非常清爽水狀的 它是會流下來的 但你會看到它也不算 一聲就流下來 它是有少少的厚度 但不會過分 不會是潔滑滑的 Toner 這一款的Toner 我自己就覺得 最好 就是這樣滴一滴 在手上 兩滴 然後搓勻 這樣拍上臉 就最好 因為其實 皮膚可能有狀況的時候 都不要用化妝棉 不斷擦它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洗乾淨的手 然後拍上臉 就做到最好的保濕效果 還有它這個質地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用來敷 因為它也很濃 所以比較難吸收在化妝棉上 我覺得 可能你的化妝棉是一絲一絲 一塊四層那種 它就落不完最底 結果最後要用很多 這一支Toner 我從三月初去韓國開始 開始用 其實都很耐用 我基本上每天的東西都是這樣滴兩滴 拍上臉 我現在也還有 讓我看一下 這麼多 那就是說 這一支可以用到 差不多半年 那時候我在韓國買這一支的時候 其實它送了一支小的給我的 裡面的東西一模一樣 但這一支真的被我用完了 什麼都沒有了 已經滴都滴不出來 其實我本身留下一個吉瓶 是打算空瓶幾 反正說開就在這裡說完 那之後呢 另外一個呢 其實都已經被我差不多用完了 我之前有沒有說過呢 好像沒有說過 因為它後來是放在我男朋友家裡的 當我皮膚比較好的時候 我就放了它在家裡用 但是你會看到呢 我已經特意留給大家看的 這裡 我怕我自己用完 讓我近鏡給你們看吧 它裡面的霜霜的顏色 是人魚眼淚的顏色 它的顏色是非常之便宜的 它搖出來之後 其實是一個GEL狀 非常之清爽 但是呢 它是很油膚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絕對不會黏的 是很清爽的 因為霜霜和塗出來 不需要怕它沒有藍色的 而且聞起來是沒有什麼的味道的 鑑於這兩個產品 我自己非常之喜歡 之前呢 我又真的拍了很多影片去說這個之後呢 其中一間公司Wishtrend 他們有賣這個品牌的產品呢 他們就找了我 想我去試他們一個套裝 就有他們品牌的其他產品 這一套的護膚品呢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IG story的話 應該都看過我拆出來的 那我都用了三個星期 大概一個月左右 這一套東西 那其實裡面有什麼呢 那剛才說的那兩樣東西 都是有的 那這一支就是那支Toner 而這個呢 就是藍色人魚眼淚的眼霜 其實它有名的 就叫做Midnight Blue Calming Cream 我自己用完覺得這麼好用 可能都有一些有需要 或者你們很想試的人 都很想擁有的嘛 所以我今天會送給大家的 一樣一個 那如果你想要的話 就要留意一會兒 最尾 那我就會說一下 怎樣參加 什麼時候結束 所有的詳情 而裡面呢 它還會有三樣東西 其中這個呢 就會是一個維他命C的精華 這個是一個保濕的GEL狀的精華 而另外這個呢 就是一個Rich Moist Soothing Cream 就是一個比較厚一點點 乳霜一點點 質地的一個cream 來的 那這三個產品呢 我之前是沒有用過的 但是 因為我對這個牌子 都有信心 在我這麼難面的情況下 用它們呢 都沒事的話呢 我就會大加分啦 而這個維他命C 是這麼多東西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 我不是說它的美白效果 超出眾 白了很多 我說不出 因為大家都看到我還是很黑 是不是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會很喜歡它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 2017我遇到的雷品那條片的話 可能有些人有印象我講過 我對維他命C 一些比較active的成份 是很容易敏感的 敏感程度呢 是會那一晚整個臉 紅 熱 起一塊塊 這樣 可能過了一晚 就會好一點的 睡醒覺 但是 這件事是會重複發生的 但是有時候 你又很需要美白的嘛 其實以前呢 我是不理的 譬如Dermaseb那支 很有名的美白精華 因為其實那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即是那些抖印 或者你整個臉的 整個臉 想要白一度的話 用那個呢 是超級有效 而且很快健康 但是呢 用那個 serum呢 我是死定的 我一定會敏感的 所以呢 我一開始對這一枝呢 都沒有什麼期望的了 那 無求它不會令我再難免的 本身 但是呢 我想說 我用了 我都用了這麼多的 其實 你想想維他命C 是晚上才用的 我給大家看 其實我都用了 整個臉都沒有了 沒有敏感過 沒有發熱過 沒有紅過 而 我真的覺得 又白過的 對了 那你們都知道 我手和臉 是兩折色的 你現在會覺得 你化妝了 但是上一條的 Get Ready With Me 全素顏的時候呢 其實我臉是白過現在的 因為其實我的粉底 又再比我臉更深一點 那 所以呢 其實這一枝呢 是真的有美白效果 兼且 敏感皮膚都可以用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是沒有酒精的 我用這麼多東西 是沒試過聞到有酒精的 然後 沒有香料成份的 它說自己是沒有任何色素的 我不知道它用了什麼成份 令到有這種顏色的出現 但是其他的 所有我收過買過的產品 它都是沒有顏色的 除了藍色的奶油之外 還有呢 它是沒有做任何的 Animal Text 而之後的 Serum 就想說它這個保濕的 Serum 其實在整盒裡面 我覺得最無感的東西 就是這一枝 你看到這枝出來 就會是一個透明的啫喱狀 它不算是流質的 它真的有一點啫喱的 推出來就非常水的 還有是有一種滑滑滑滑的感覺 日常用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它是非常保濕 或者是對我之後化妝有什麼 比較持久的效果 又沒有的 總之就是一個普普通通 中規中矩的一個保濕精華 當然啦 如果你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一些很強勁的東西 或者你真的什麼都用不了的話 你也可以試一下這個 那就是一個可以暫時頂住先的保濕精華 或者有時候其實你那一天沒有什麼做的 想讓皮膚休息一下 不想放太多東西上臉 那裡 又之後不會點化妝 不會去一些很大冷氣的地方 其實這個精華都很適合在休息那一天使用 而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Ridge Moist Soothing Cream 這個的霜霜 又是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它擠狀 然後它擠出來的時候 你看其實我用了三個星期四個星期 我已經要這樣擠出來 可雖然之 我是有多喜歡這支霜霜 它裡面是有60ml的 但是我最喜歡用它 不只是在臉的時候 這個做手霜霜 真的是一流 它是非常非常之油 它可以塗的時候會令到你的手 不是 是令到你的皮膚非常之柔軟 不過我剛才塗過東西 但是你也會看到這隻手 是明顯沒有這隻手看上去那麼粗糙的 它是介乎乳霜和乳霜中間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譬如平時上班很冷氣 當它是手霜霜用 手真的全天都不會乾 或者現在這個天氣 如果你用它做日霜 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用它做晚霜 是蠻好的 或者你秋天入冬的時候 天氣很乾 用它做日霜也是非常之好的 總括而言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東西 其實都蠻划賣 如果將來我用完這裡的話 我真的會真金白銀 去買多一套回來 用來開門口用的 因為我真的臉曾經爛過 而用了它那兩個產品這麼久 我臉是慢慢地痊癒 沒有一直保持惡化的 所以真的真心覺得 如果大家皮膚不穩定的時候 都可以選擇這個牌子 而且其實這一盒東西不貴的 它裡面五個貨裝 都是大概六百四十元港幣左右 其實我覺得每一支八多元 真的都蠻划賣 而且它是免運費 運到來家裡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包包都蠻刺激的 對啦 到了大家應該都最想知道的一個環子 就是怎樣可以得到我的Giveaway 其實因為我收到這個試用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除了我可以因為拍片享受這些福利的話 我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這種快樂 所以如果當廠商發東西給我 是有多或者是我已經用過的話 我都會很樂意去送給大家 最簡單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其實接下來八月 我都有很多的Giveaway 都蠻豐的 所以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Like這條影片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是想要哪一個 我就在留言裡面 選擇兩位的朋友 一個會得到這個Toner 一個會得到這個人魚眼淚的Light Cream 你們可能留言說一下為什麼你會想試 你對這個牌子其實用過沒有 隨便啦 總之留言 我就會在裡面選擇兩位 我自己覺得心儀的朋友 去得到這兩份的禮物 好啦 那我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希望我的敏感皮膚的護膚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